看这个在二支十二页下方这里移动 移动的部分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把房子移动 移动的方式呢 我刚刚有做一个示范 那现在的话呢 再跟大家讲 比如说移动这个房子 那我要怎么移动 当然你可以先选取 或者是你先点这个移动 再去选取也可以 那如果我今天先选取 他就不会叫我再选取一次 比如说我就选取之后按一个移动 这个时候就不会出现什么呢 请选取物件 然后换一个方式 我现在没有选取 按一个移动 这时候有没有 他会告诉我请选取物件 那选取物件 我是比较建议你们可以用那个框选 就是用虚线的方式选取 比较精确的 比较容易整个都选取起来 那移动的方式怎么移动呢 接下来他选取完之后 特别是要按Enter 告诉他说呢 我已经选取好了 接下来的话呢 他问我说 指定基准点 什么叫指定基准点呢 基准点就是说 你要移动的这个 从哪边 算这个你的基准点 那我们比如说从 假设说我从这个基准点好了 这个 左下角这个点 点住不要放 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我今天想 往右边移动的话呢 你就按住不要放就可以了 那往右边移动多少 比如说假设我希望移动150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150你也可以自己输入150就可以了 按Enter 它就自动往右移150 有没有 移动150 特别注意 如果我今天往右150 移动的方式第一个 先选取移动 再选这个物件 接下来的话呢 按Enter 移动150 Enter 它就会往 往右边移动150 那 因为我刚刚没有指定它的方向 所以他问我说哪个方向移动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往右边移 这个150 那这里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这个部分好了 好 移动 好 好